带你来看到被山和海包围的钻石级长跑路线 新北市的万金石国际马拉松赛 不但是连续来举办12年 更是在今年要来首度申请马拉松同级的国际认证 为了这项国际型的赛会 市府制作的万金石品牌的CF首度曝光了 同时也宣布这一天将会有不同的加油团 来为选手加油打气 运动赛事最不能少的啦啦队 今年3月2号的万金石国际马拉松 要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除了活力十足的妹妹 今年的加油团可以说是网罗了 万里金山石门社区里所有的好朋友 而且要首度来申请马拉松同级的国际认证 国际性的田径总会 特别派研到我们新北市来 认证这也是台湾的第一次 它最主要的要有多个国家 最少有5名以上国际性知名的马拉松 选手的参与 还有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整条马拉松21公里到折返点来回 整个道路是要封锁 不得有干预 所以在这么漂亮的沿海线 要达成马拉松的认证 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工作 今天新北市政府 有决心 有魄力 要让台湾的第一次 最美的马拉松的赛事 在我们的国际殿堂展现出来 万金石国际马拉松 今年举办第12年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 个人就有5次的参赛记录 对他来说 这一条背山背海包围的 钻石级路线 真的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我算是对马拉松有不解之言 我跑了台湾大部分很多 调的马拉松路线 那最漂亮的 有人讲说泰鲁格 有人讲说万金石 有人讲说不管是都市形态的 像一般的马拉松 其实我跑进台湾所有马拉松里面 最漂亮的 还是我们的万金石马拉松 我要特别跟各位报告一下 万金石马拉松为什么最漂亮 除了他山跟海之间以外 他有前台湾 前台湾 最观光旅游局认证的 维纳斯海岸线 那是我们前台湾 最漂亮的海岸线 就坐落在我们新北市 也坐落在这一次 万金石马拉松 7公里 练甲腰的海岸线 为了宣传万金石国际马拉松 新北市府也邀请 2012伦敦奥运 唯一代表台湾参赛 马拉松的好手张家哲 和奥运铜牌选手 曾立成拍摄宣传带 在影片中带来更多感动人心的 台湾第一次 赛事当天除了欢迎市民朋友报名参加之外 也会透过脸书我的新北市粉丝团 举办线上路跑活动 邀请更多人用不同的方式 来响应万金石国际马拉松 中家新北新闻板桥采访报道